我 富儿 富儿 我从宫里回来 迫不及待要先来见你 我要告诉你 两个人既然相爱了 就要牢牢抓住对方 不要等到阴阳两个 在绝望地等待重逢 就像平遥王 盼着德妃回到杨氏 好好的一个鹦鹉之王 却叛成了疯癫 我们不要这样的 凄惨下场 嫁给我吧 什么苦也比不上 受感情煎熬的痛苦 天底下没有任何事 已失去挚爱 再叫人有罪心之痛了 我们都不要让彼此 受这样的煎熬和痛苦 我们今生今世 都不要失去对方 对方 你已经做出了抉择了 而且是心甘情愿的 在我和天林之间 选择了我对吗 我和天林之间 你已经做出了抉择了 选择了我们对吗 义父 向他们禀明 我师父的事以后 明天一早 我们就去请童叔 为我们主婚 然后我们还要继续追查 师父的下落 鲁庄主 没有去见过平遥王吗 事情越来越迷离难解 现在我还无法回答你 等我有了 进一步的消息以后 再仔细地告诉你 我先走了 明天一早 我会来接你 去见我未来的岳父大人 来 福儿 他们又把我的女儿抢走了 我每天都想她 眼泪都快枯干了 他们到底是谁 告诉我呀 孩子现在在哪里啊 他们又把孩子送回道观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威胁我 绝不能再抱孩子回来 否则若幸恨我都会没命 我真敢听你的劝 让京城负起责任 照顾我们母女 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我 拆散我和若曦了 你 没有 对不起 父啊 我忘了 禁城 刚刚向你求婚了 对不起 我忘了 京城 刚刚向你求婚了 我忘了 你忘了 你忘了 可至少我能讓他對我死心 或許 在他最需要有人安慰的時候 就會接受你的感情了 其實 我用過各種手段 也破壞不了他對你的專情 他不可能對你死心的 如果我最終選擇了他 而不是你肯從此對我死心嗎 只要是你心甘情願的 我會尊重你的選擇 求老天保佑朗月 不論他在哪裡都能安然無恙 我這次赴平遙王宮 表面上是追查 借我寄人間名義暗殺大王的叛亂組織 但是在暗地裡 我會儘量地在大王那裡 查出朗月的下落 大王隱約提起過 所有謎團的源頭 可能與搶對夜明珠有關 義父不是說過 願有頭債有主嗎 金城願為義父找到債主 債主 你指的是 當初擁有夜明珠的主人 義父曾說過 為了兩顆夜明珠 殺了整整一族人 當年 滅族的到底是些什麼人哪 有很多往事是不堪回首的 越挖掘 傷口就越深 受傷害的人就更多 我不願意碰觸舊傷 是想提大王意見承擔下 所有的罪過 不過你們倆說得對 是該設法 彌補對雲族虧欠的時候了 這尋找雲族後代的任務 就交給你們倆兄弟吧 師父被月庭陷害 無端捲入爭奪夜明珠的恩怨中 或許她的失蹤 也跟義父口中的雲族有關 若能盡早解開這層層 老人的謎團 就可以避免更多人受到傷害 等我和傅兒辦完婚事之後 我們就分頭進行吧 公叔 我餵過門的新嫂子 等不及了 自己就來找新郎了 你就喜歡口無遮攔的瞎嚷嚷 到今天連個媳婦都沒有 婦兒 金寶兒始終是個傻小子 你別理他 你怎麼不等我去接你 自己就先來了 師兄 你剛才說什麼 誰沒媳婦 我已經把槍姐給休了 你剛才說槍槍是你媳婦 當然不是了 槍槍老跟她鬧著玩 她倆沒正經的 鬧著玩也能鬧成真的呀 不過鬧成真的那我就慘了 我可不想去強項那樣的泼妇 季大人 我陪你進過去吧 通叔 我和傅兒想 能讓我先說嗎 我是來請爹主婚的 我也正要開口 請通叔給我和傅兒主持婚禮 還好 你們倆來求的是同一回事 不然我還要兩頭忙啊 剛才都搶著說 現在又都不說了 爹就做主了 傅兒 你和京城的婚事爹打算 爹聽清楚了 在做打算 我來談談 不是我跟京城的婚事 我跟京城的婚事 女兒要嫁的人 是岳天麟 傅兒要請爹 替我和天麟主婚 我已經說完了 你別聽到胡言亂語 京城啊 該你說了 我只有一句話想問你 這都是你心甘情願 做出的選擇嗎 當然不是 他是為了強強 是的 拒絕出自肺腹 這不可能 你什麼時候做的決定啊 就在懸崖邊上 我看見你和天麟 把性命交給對方的時候 我看見你們相互擁抱 那一刻你們就許下了 非君不嫁 非情不取的承諾了 對嗎 對 你說得對 我無話可說了 唉 錦長 錦長 他已經走了 你這糊塗孩子 你在做什麼 婚姻不是你我開的藥方 它不是能治所有人的病 強強的問題 更不是犧牲你自己的幸福 就能解決的 爹你錯了 我沒那麼偉大去成全別人 我是為了自己的幸福 做出了最正確的選擇 岳天麟是你最正確的選擇嗎 至少他沒有一個 連自己都不肯承認的私生你 唉呀 關於那個孩子 你再給爹一點時間 爹一定在金城身上 找出讓你滿意的解答和真相 一次解答已經夠難看的了 福兒今生今世 都忘不了這個答案了 求爹給女兒 留下最後一點尊嚴 不要再向金城追究任何真相 舊卿爹忘了金城 歡歡喜喜 給女兒和天麟主婚 阿彌陀佛 法師此行一定是為了天麟而來吧 這孩子總算打消了出家的念頭 他現在終於想通了 要成家了 恭喜天麟少爺 這次法師親自上門來是道賀 還是 不 老僧是為了岳夫人生前託父而來 大嫂生前託父了您什麼 岳夫人曾嘱咐 在天麟少爺成親的時候 把這個包袱交給二爺 莫非這是大嫂給天麟成親的賀禮 她為什麼不直接交給我 而要託法師您轉交呢 這不是賀禮 岳夫人說這是一件證物 一定要親手交給二爺 這是我大哥的 沒錯 岳夫人交給我這件衣裳的第二天 她就懸良自盡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岳夫人以性命相託 此事除了二爺 絕不能讓第二個人知道啊 法師您儘管說 岳王爺穿著這身衣裳回府那天 正是二爺的夫人遇害當日 當時王爺一身血跡 匆匆回房更換 被岳夫人撞見 岳夫人悄悄等王爺離去之後 把這身血衣收起 一直收藏到他自盡前一日 才將衣服交於老那 他一再交代 一定要等天林少爺成親的時候 才能向二爺和盤拖出啊 岳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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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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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跟陈氏 当初 你执意相信易水云那个女贼无辜 结果 是她亲手杀害了你的妻儿 令他们伸手一出 二弟 你 许飞 许飞 二弟 谢谢诸位太医 王爷的诊治就到此为止了 二爷可能误会了 王爷他仍有救啊 各位的赏金 月笛改日会一一送到你们府上 谢谢了 月笛不送 好好好 走吧 走走走走 来 来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一个再没心没肺的人 也下不了这种毒手 他们是你的弟媳和你的亲侄子 都是我最亲的人 你杀了人还嫁祸一水云 让我冤枉了他二十五年 你还是不是人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二爷 太医呢 还在大厅 快叫他们回来救王爷的命 是 二叔 爹入河了 我要告诉他 我要和傅儿成亲了 你的儿子要成亲了 可我那惨死在你界下的儿子呢 我一定要让你活着 给他们母子偿命 各位太医 快点 是 是 是 二爷 二爷 这 这 舅舅王爷 舅舅王爷 好好好 用益一切法子也要把他救活 好好好 就算是用我的性命来换他的命 绝对不能让他死 好好好 你们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他要是活不了 你们一个一个都得死 知道吗 我要他活着 亲自面对他自己犯下的罪孽 快 快 快去 我像不像王宫里的王妃 你从哪里找到的 当然是在你的衣柜里边了 我看着合适就穿来试试 你 你给我马上脱下来呀 你知道这是谁送给我的吗 你怎么可以随意动我的东西呀 我当然知道 它是京城由宫中带回来给你 还叫你在成亲那天当嫁衣 把衣服脱下来 这件事和你没关 当然有关 我就是知道你对嫁给京城 并没有死心 表面上要成全我 说你决定要嫁给月天灵 可是另一件京城送给你的衣裳 你都舍不得送给我 更何况是要你把京城让给我 你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趁你还来得及反悔前 拿着它 去向月天灵毁昏吧 然后召告天下 你心中只有京城 非他不嫁 如果不是 为了成全你和若曦 能有一个真心照顾你们的家和丈夫 我第一次见到京城 这非君不嫁的决心又怎么会改变呢 你以为 放弃一个 比自己性命更重要的男人 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你有没有试过 把身上的手足活生生砍下来 那种追心的痛楚啊 你想想我吧 从一个母亲身上抢去她的亲骨肉 那就想 掏空她的五脏六腑 比你失去心爱的男人 更加痛苦千万倍 拿去吧 穿着她嫁给京城 你这辈子的眉梦 就都会实现了 何必管我这个失去女儿的可怜虫 不管将来能不能得回女儿 我都会永远 在你和京城面前消失 就算是我反过来成全你们 好 你刚才说的话 都算是我对你说的 穿上她 嫁给京城的是你 如果一定要消失的话 那个人应该是我 你如果真的消失了 京城会用一辈子来寻找你 你没有选择 只能嫁给月天令 只有相信你得到了幸福 京城才会另谋幸福的 我和我们的女儿 才有机会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是怎么也难以想象 她怎么会做出 这么毫无人性的事 我真的没有想到 更不堪回首的是 我一直冤枉了无辜的她 等于是判了易水云 二十五年的冤狱呀 你大哥曾一再地陷害我 要置我于死地 可是我不愿意 在他重伤昏迷的时候 落井下石 就算你现在确定月天是真正的凶手 可是他还在昏迷不能说话 也不能为自己辩白 让我提醒你 二十五年前 你没有给易水云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现在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一定要把她的伤治好 让她说出真相 还给易水云一个清白 不过 现在给她治伤的所有太医 对她的伤势都束手无策呀 你来找我 是想知道易水云的下落 我想她一定会跟纪大人您联系的 就连她最疼爱的弟子金城 都没有她的消息 一个困扰了我二十五年的谜团 突然得到了这么震惊的线索 可是两个有嫌疑的凶手 一个随时可能不治 一个根本不知去向 老天到底要我找谁去求证啊 月笛不该上门打扰 告辞了 叶老弟 我正想给你引荐这位飞云山人 飞云山人 这位是月笛月大人吧 我们见过面 真是好眼力 在下同源 傅儿的爹久违了 好 佟大夫 这到底怎么回事 果真是佟大夫 难怪我第一眼见你 就觉得眼熟 不过佟大夫的容貌 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大呀 佟某出此下策隐瞒季大人 完全是迫不得已呀 为了保全我女儿的性命 佟某用药物改变了自己的外形 好避开仇家耳目啊 山人虽有所隐瞒 可是谁都有儿女 姬某完全体谅你做父亲的苦心 况且佟大夫 一直尽力协助我复原身体 姬某十分感激呀 我希望佟大夫继续留在府内 并设法救治伤势严重的岳亭 岳老弟 以岳亭的所作所为 我和你一样 哼 但是不能见死不救 我宁可他好好地活着 解释老天对他的惩罚 不错 他欠我这个当兄弟的一个公道 我要他活着偿还 我和易水云二十五年的牺牲 还有我这永远的对手 等他好起来 我要彻底和他打一场硬仗 这孩子底子太虚 又着了梁 烧得跟火球似的 那我去找大夫 还是你抱着他 我去找仙师 仙师那儿应该有救急可以烧到 还是我去找仙师 金宝 下午仙师的门就一直紧锁着 我把门劈开也要找到仙师 金宝 千万别鲁莽 仙师 仙师 我把门劝进去 等会尖子 洛下午仙师 买相 不快 万年 黄蝶 小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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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Tag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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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是金马 杜绝后快 不能留到活口 杜绝 住手 我以性命担保他 都退下 是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若熹病了 我来找仙师 无意中发现石板底下 有一条密道通往这里啊 这些道姑 过去道观 常遭江湖人迫害 所以 修建密道 一边危急之时 可以由此平安逃出 这些道姑 为了自卫 略通武艺 日常在此练功 绝不允许任何外人闯入 这是静心道观的禁令 多谢仙师救我 为了道观的安全 你千万不要泄露 今天见到的一切 金宝遵命 刚才他们要是执意杀我 仙师会不顾一切地救我吗 我领你出去 金宝 快起来 若熹烧得好厉害啊 莱姨 仙师的药都没有用 现在我去找富二 不哭啊 不哭 金宝 金宝 你去哪儿找富二啊 这孩子太鲁莽了 他烧了一整夜未退 我才急着来找富二 他要不要紧啊 没事 受了点风海 吃几副药就好了 还好遇见了佟大夫 不然富二又不在 爹可真的急得要跳河喽 看你这急性子跟强强差不多 你俩的个性如此相近 应该感情很投合吧 不 我们俩合不来 见了面炒完架还要动手 怎么也合不来的 是吗 我看你对这个孩子非常有耐心 照顾的是无为不至 亲爹也比不上你啊 要是我这辈子独身不成家的话 若熹呢就跟我相依为命了 没人比我们更新了 若熹身子骨太差 你倒撞得像头牛 我想猜点她的血样 还有你的血样 想办法用你改变一下 这孩子多病的体质 以后就不会这么常闹病了 只要对若熹好 要多少血尽管取 好好好 让我来准备一下 谢谢同叔 同叔我走了 金宝你怎么带若熹来了 我急着给若熹开药 我先走了 哦 爹 我仔细地问过若笛 对于若庭的伤势 我决定用针灸治疗 可是她的血道很难下针 只有你给我做帮手 才能准确无误地去给若庭治疗啊 要是富儿拒绝为若庭治疗呢 你也是名大夫 不管对谁 大夫是不能拒绝抢救病人生命的 但若庭恶贯满盈 多少无辜的生命丧失在她手中 她有几条命都不够抵罪 我为什么要救她呢 她随我遗辜的 身为大夫 是不能见死不救的 况且 你既已答应嫁给若天麟 那就表示 你也接受了她的父亲 如果你不愿意救她 那证明你对若天麟 根本不是真心的 至少 你不是心甘情愿地跟她成亲 好了 不要说了 我同意去若家就是了 尽我所能 帮爹治好若庭 请不吝点赞 祖儿 怎么了 他杀了太多人 包括我们回春药庄 所有冤死的朋友 我没有亲手杀他报仇 就已经够仁慈了 傅儿 他在罪孽深重 如今躺在我们面前 我们就要尽做大夫的责任 快把针捡起来 绑爹继续下针 对不起啊 爹 我无法原谅他 求爹让他死吧 你说什么呀 我宁愿下地狱 我也不愿意救他 求爹让他死吧 富儿 他在罪孽深重 如今躺在我们面上 我们也要尽大夫的责任 爹 还要在哪里下针 福尔 福尔 跟我来 我正在给我爹当助手 救你爹啊 我没时间解释了 再往就来不及了 什么事啊这么急 金城他 他快不行了 什么 我跟金城决斗 他坚决不还手 我想击他 没想到一失手 击中他要害啊 你 你杀了他了 我想救他 他不让我救我 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 他在哪里啊 听雨萱 快去听雨萱 快走啊 金城 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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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富尔 你不要看他 他断气了 我要他马上离开这里 就算死也要找个干净的地方 富尔 金城 你是在怪我害死金城吗 不是你 是我 我不敢欺骗自己答应你的婚事 就算他再伤痛我的心 我也不会怪他 金城 你听我说 我不是真心要嫁给天灵的 我是为了成全你和强强 我以为让你死心 你才会答应娶他 可是我错了 我不是真心要嫁给天灵的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你已经证明给我看了 你一再欺骗我的感情 你和我娘一样 把我碰给你们的真心 残忍的利用 玩弄 如果今天是我躺在这儿 你们 也不会对我有丝毫的歉疚 和怜悯 你 躺在那里的 不是金城 是可怜的岳天灵 他已经毫无尊严的 被你的武器杀死了 天灵 天灵在哪里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灵谎称 金城受了伤 释出了我对金城的真心 也释出了你对天灵的假意 所以你严重的伤害了 天灵的感情和自尊 这就是天灵伤心地 跑出去的原因 但我并没有欺骗他 我承认 我答应嫁给天灵的时候 并没有把对金城的感情 全部放下 可是我确实很努力地 想在婚后做一个忠实的妻子 从此 把金城放在我心底 最小的一个角落 可是 当你以为金城除了意外 你努力隐藏在心底的真情 就像利刃一样 无情地毁烂 天灵对你的全部信任 我确实伤他太深了 所以我想见他一面 告诉他 我真心想弥补对他的伤害 我想他现在 根本是不会见你的 我和金城是深深相爱过 可是我选择放下这份感情 而决定嫁给天灵 我就绝不会辜负 我今生要托付的男人 不管 我是否能把金城完全忘掉 我也不会对我的丈夫不忠 这是我的承诺 如果天灵无法相信我 就请他收回我们的婚约 就像他说的 但愿来一生 我能在金城之前 先遇到他 对不起啊 天灵 请你原谅我 我真的无意伤害你 我只想告诉你 我和你娘 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出自真心 因为 你值得我们这么做 就到那天 我没有向你求过婚 因为 我要用我全部的信任和感情 郑重地 再次向你当面求婚 你愿意把你的钟声 托付给我吗 我们马上举行婚礼 就在今晚 今晚 怎么来得及准备啊 我同意 因为我的心 早已经准备好了 只要 彼此充分信任 足以托付终生了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妻子了 你是属于我的 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二叔 二叔马上为你们准备新房 你们想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就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二叔就是你们的主婚人哪 你们大喜的日子定了没有 也许是下个月 也许是明天 也许就在今夜 也许就在今夜 恭喜你们 干杯 喝吧 管她是什么日子 管她是大喜大悲 狠狠地醉她一场 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 人家 和葦 赞 干掉 mas 按革 傅儿 傅儿 我送给你的佳衣 你终于穿上了 你是为谁穿着金绿玉衣的 难道 你要穿着它嫁给岳天麟 你是在大喜之前 敢来向我道别的 好 傅儿 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 再也不要离开我了 我再不能忍受失去你的日子 不能澄清吧 锦承非富而不决 这是我心里 永远改变不了的誓言 你干什么 你看清楚我是谁 我是令强强的 不是你非贪不起的傅儿 真的是吗 你刚刚穿着我送给傅儿的嫁衣 李香 让我误认你是傅儿 我不稀罕做傅儿 我更不愿意被你当成傅儿 否则就不会脱下这身衣服了 我李强强 最骄傲的就是做我自己 我要你在明媒正群 打红花脚抬我进门的时候 清清楚楚地知道 我是李强强 虽然在心里面 我发狂地想要你 但是我不想将错就错 成为同富儿的替代品 如果你还有任何地方 值得我尊敬的话 那就是你的自信 如果我刚才的举动 有冒犯你之处 你没有冒犯我 你只是在我的美色下 失去了自制力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疯狂地爱上我